字幕提供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大紀元的《珍語》 《區區有你講》的直播的環節 今天我們請來了元朗區議員 馬爾臣先生 馬先生 你好 大家好 李小姐 你好 先給我們介紹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 我是元朗的區議會副主席 物業成 我1991年已經開始擔任元朗區議員 一直到現在 現在我本身屬於民主陣線的主席 亦都是支聯會的團體成員 所以我過去一直以來 都以改善民生 爭取民主為己任 以及爭取香港的真普選 現在嗎 您 會順便地製造香港的民主! 我最近都已經出現了 所以當中了這個、對立民主的一個剛性的 就是真的都有各種市民主的 山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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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所以我的團體成員名是議員彭氏署的名字 就是蔑葉成議員彭氏署作為團體成員 先問一下最Hook News 你知道前幾天 星期六 就是捉了15個民主派的元老 其中包括你們支聯會的 有何俊仁 李卓人 幾個都被捉的 其實你們覺得作為支聯會的成員 你自己怎麼看 現在政府到底想做什麼 第一 本身我參政當然是以香港本土民主為主 但是支聯會本身大家都明白 一直推動一個平反八九民運的 推動所謂中國民主化的 跟香港所謂爭取真步選是所謂叫做雙結合 我們覺得特區政府 基本上過去一直都對支聯會 都有一些所謂的打壓 但是這次突然這麼高調 去抓那些所謂民主人士 15名 李全明 李卓人 我覺得他似乎就是一個 表示一個強烈的打壓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 第一 對香港本身的本土民主運動 對上有一個打壓 第二 我不知道是否受到 因為國內很多的疫情問題 很多經濟問題 包括甚至中美貿易戰等等 我不知道是否是這樣 對屬於支聯會的人士特別打壓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也是 所謂大陸 北京 就是特區政府的手 去打壓一個民主運動 甚至打壓所謂大陸的民主運動 但是會不會令到你們害怕呢 當然不會 第一 我們在香港從政這麼多年 第二 我們也都看到 那些民主的潮流 是一個世界潮流 是擋不住的 所以我們就絕對不會擔心這方面 說回你的區議會 你知道今次反送中運動 令到很多大家不熟悉的地方 都變得很知名了 原來肯定是大家不可以忘記的地方 7.21事件 是啊 7.21的事件 因為我都是在現場的 當日我都上過去西鐵站 如果你不覺得 就知道你們這個情況 是一個不僅僅勾結 簡直是一個合作 所以第一 7月20日已經 原來很多政界人士 都在網上流傳著 21日會有些黑社會人士 對農 Process 籍等為號 去打擊那些參加遠遊行的那些穿黑山的民事 我曾經在7月21日那天 我上午收到一個信息 所以我中午都通知了警方 中午就已經通知了 通知警方 我用WhatsApp通知他的 WhatsApp通知一個聯絡國開的警長 他也叫他通知指揮官 他在WhatsApp回答我 他知道這件事 也有所部署 我就很強調 你要加強警力晚上 特別是在西地站 或者下來鳳遊碧街的公園 你要部署 他說他會有部署 所以整個流程他一直是 簡單說警方是 我相信警方是掌控了這個信息 但是也有部署 但是事實出來被我們見得到 最後警方 又多晚很多人在鳳遊碧街 六點多已經聚集 八點鐘的時候已經聚集了 都有幾百人 我們也曾經七點多亂的警察 警察在哪裏 這麼多人 他們有沒有 超過前紀念 是警察在那裏 還是警察在哪裏 全部都被警察去 沒有去做警察 誰都被警察 在那裏 就是警察在那裏 他都被警察到那裏 他們也沒有去做警察 還有警察在那裏 警察在那裏 我 stehen八點肉 她說是通知了 我的 她很清楚地說 警方是知道了 有部署 結果事實就 那晚我也留在辦公室 九點多 後來我接到街坊說 就說有人被人打 因為有個廚師經過 北京被人打 接著我打警方 打9、9、9 我打通了 兩次打通了 九點多一次 十點鐘一次 警方都說是警員來 最後都是沒有 最後到十點半的時間 即是深刻的內巡 散了那些人 在公園裡散了 原來被人走上西地站去打人 所以我十點四十五分左右 都收到電話 街坊說那裡被人打 我也都上去看 見到那些白衣人 當時我也都學著那些白衣人 大概幾點鐘 你不記得 什麼時候到西地站 我記得大約是差不多十一點前後 這樣我就學著他們 接著有三個白衣人為我 我相信我上隊的時候 他們那些白衣人已經打 上到越台打完了 就是林翠庭議員和一幫 的市民在列車那裡打完人 然後下來 他們是走著的 撤退著 11點多鐘 警方再來到 終於有防部隊來到 因為我報警 不是路線那裡 路線有護右 Martin 實際上說有防部隊都入了 那時我播放國人 所以當時在撤退之後 就是警方是看過 參加警察的警察 那時林翠庭議員 他去做警察 並不 loophole 很多都在 Probabil 撤退了 包括警察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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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警察 警察 你們也有防部隊 滅通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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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我走了沒多久 防務隊沒來頭 又在J出口就走了 接著在電視上見到J出口 又有班白衣人又走上來打人 同一個出口 相距都是十幾分鐘 做得很奇怪 最後打完人又走了 所謂南邊位方向逃去 結果他們被圍了南邊位 四個小時警方都沒有抓人 這件事元朗區議會 我們本來4月21日有個大會 結果因為改期 現在改到5月12日 我們都會再提出的 因為正好一哥PK鄧鄧 鄧炳強 他們會來元朗區議會 到時候我們會相對 7月1日這件事件 我相信你們從7月1日到現在 都差不多8個月時間了 你們都有反映各種情況 其實警方怎麼推薦呢 其實警方就 如果大家有印象 7月21日之後發揮 22、23 警方一直說 收不到訊息 不知道 沒部署 最後因為我向傳媒公佈了 當時7月21日 我和警方有個WhatsApp 有文字記錄 最後所以星期四 警方就圍海記者會宣佈 公佈了他們當時收到情報 但是他們部署可能就不好 最後所以就出事了事 我覺得由7月21日開始到今天 整個警方對這件事件 我覺得直接包庇 另外再有一個局員 就是剛才谷出他 那他自己是犯人的 那很多人露鑽 其實他真的將警方也談到 現在是一個警方的警方 這個警方的警方 都已經可能通過 執照了 我現在看到警方是 他現在的警方就跟警方 他是因為警方的警察 這個警方又可不少 他現在的警察 我們看到警察 那 fals Eg pin 我們不知道 不過我覺得他需要交代 但是警方究竟有沒有問過他 又沒有 我們也不清楚 但是我覺得整個流程警方似乎是在包庇這件事 當然了 也都721的事件 令到香港市民要看到一點就是 似乎今天的警方好像就頗偏頗 包庇大社會 也都對民主人士打壓 運用的職權打壓 我們覺得今天香港警察越來越接近大陸公安 這個相當可悲的地方 我想問一下 其實721事件中聯辦 到底扮演什麼角色呢 中聯辦我相信一定有個角色在那裡 因為在721之前 現在有印象 因為元朗有兩個鄉市委員會就職例 一個就是十鄉鄉市委員會 一個評審的時候是不會 都是7月的 一個在7月中左右 一個在7月好像不知道是十幾號的 兩個主例 因為他們習慣上都會聘中聯辦 新華工作部那個部長來主例的 他們發言 多次發言 跟香港人們發言 住民主這幾號的 這裡是在7月中 國安邰寫了 那對香港人們發言 那麼你就會發言 那也有一個稍後的這個稍後 但是我認為這樣做 我覺得這樣的稍後還會 和現在 裡面都會發言 我覺得我不能把這樣的稍後 像是有一個稍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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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後 我不知道 究竟他在國會上公開講的那些說話 那個人是 幾乎講到好像要武裝器來的那樣的意思 我覺得他似乎那些說話是鼓動了這件事 究竟 當然我們受感覺上 7月21號晚上 那個動員有六七百人 我相信他們各個都不是真是走來做義工的那些穿白衣服的人 有組織 我相信他們花不少錢 那這些資金哪來源呢 我覺得警方應該要調查 是啊 我記得當時傳媒都非常的震驚 後來就說 當晚中聯辦有一個工作人員 原來是駕駛了一輛車 後來漏了一張工作證 那件事的結果又怎樣的 那件事最後就不了了之的 警方查了 就說那個是休班的下來 車是打爛了 結果看到裡面的工作證在那裡 我覺得7.21事件上 中聯辦是有一定的 才算是有機會受到那種人 應該出來的 就算是有機會 自己去走到那裡 所以我覺得有人 address 這麼多人 我的事情是有很少人 整個去做到他們的 他因為覺得我們有所謂的東西 而且應該剛便找到別人的事情 看看他們所謂的事情 我七點多 因為參加完遊行回來 坐職經過 見到這麼多人 接著七點半到開始 列隊那些人 列隊四散的 我以為他們散了 我以為習會員散了那些白衣人 很早就聰明了 好像粗兵一樣的 一個陣 一個牌獎 一個帶 帶幾十個 那我就奇葵 走了 我去吃飯 我去附近的一間大廢內吃飯 我到那裡 外面坐四圍 八三人 十人桌 我坐在那裡吃飯 吃完飯我都一個小時就走 後來就知道附近的一間酒樓 那一間庫林酒樓 爆肉 整個牆 被人包了吃飯 那一間庫林 退稅後 後來這件事 後來又不知道 後來沒有做到 結業了 所以某個程度上 現在 他們說 吃飯也不少錢的 六百多人 他們應該是吃完飯 然後再去那裡再集會 九點多再集會 然後再打人 這些是使用的 我想他們不會自己 就是 隔天吃飯 我相信 我相信這些一定有人請的 有人請的 正如那位賀議員 賀君堯議員 又說去那裡約了朋友吃飯 我不知道有什麼朋友吃飯 因為是時候會這樣說的 在鳳下北街那裡 九八點 我不知道有什麼時間到 因為網上流傳片段很多 我覺得 無論怎樣都好 警方對這件事應該是 沒有理由 第一 拘到這麼少人 拘到八個人 第二 到今天 送上法庭 都是壓後當階段的 以今天香港的警力 或者甚至PK等的處長 他刑事出身 沒有理由 拘不住 但是當年他曾經做過元朗的指揮官 是啊 是啊 他認識那幫人 就是他當時 大家開 就是整個 元朗的所有的鄉親都認識的 當中片 在西地上拍到這麼多白衣人的樣子 他沒有理由看不到 哪些什麼人物 我覺得這個似乎警方 八號程度上隱瞞和包庇 特別是 七月一發生之後 元朗每次 八月二十一號 九月二十一號 十二十一號 十二十一號 十二十二十一號 每個月的二十一號 都有些人 我們這些市民 年青人 在那裡那個商場聚集 紀念七二一一這件事件 次次被警方去掃蕩 去打壓 就算我們申請搞過其中集會 完全都不批的 不行的 嗯 就是和平集會 曾經我試過 最近3月申請過 對1月的時候都批過 最後都是防務隊來驅趕的 驅散 我們覺得警方是一個勤力打壓 打壓市民 追究七夕事件 是啊 我想好奇一下 因為元朗 給人的感覺是元朗負責的 但是這個紅黑勢力是否盤踞已久呢 到底起源是怎樣的 或者簡單說 一直以來 因為元朗長大 都曾經住過村落 圍村人時 當年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等等 元朗的圍村人 因為他們都比較 當時的耕田 比較窮一些 某個程度 他們出外做事的話 他們可能都會比較團結一些 很自自然 他們形成了一個 也都尚順 幫派這樣 武力 因為他們學武 他們都會比較好 所以有些所謂幫派的結合 而這個幫派的結合 當然跟傳統的黑社會也有些不同的 我相信 無論怎樣說呢 給人的感覺就是鄉村好像有很多黑社會的勢力 是啊 而且基本上 真是沒有個官員 他們都要用這些行為 他們也有很多甚至是 就像他們一定的在經濟裡 這時候有些人們在經濟去看 所以這件事 那當然應該都會有很多 有很多人在 Reiki 佛祖國 也就是有很多人 那這些人 可以用我們去教宴 那些能夠保證的 那些人都是用來教宴的 那些人都是用來教宴的 所以持續有很多人 會有很多人 也就是用來教宴的 會凝聚一班人 所以某個程度上的動員力量 投票的時候 他們會動員到一些人的 也因為他們有這樣的動員 就被所謂 過去中聯辦一直滲進去 所以動員他們的票數 選票 所以變成你會覺得似乎好像有些結合在那裡 所以歷次的選舉 所以中聯辦都會有些派人去穿到那邊的動員 要求他們支持這個 支持那個 這個是他們過去一種傳統的 已經形成了一個習慣了 當然這次由於香港最近一個社會運動 反修例的運動 導致我們香港市民醒覺 特別是年輕人醒覺 所以出了來投票 年輕人投票率比較低 登記選民率已經低 投票率更低 但是這次的選舉 因為我們看到年輕人的投票率是高達百姓 高達百姓 就算增加票數 所以在這次的區議會選舉上 我們看到無論是園仔也好 各區也好 都全面翻天的 所以基本上親共的人全部都輸了 這是一件喜事 是啊 是不是你都沒想到有這樣的結果 因為元朗給我們感覺就是 他們的勢力真的很頑固 我們所瞭解的 好像有些小桃園飯局 是不是都在那邊 小桃園飯局 是在那邊 小桃園飯局就在那邊 那邊 公道一點說 也不關小桃園事的 因為只不過是一間海鮮酒家 因為那間海鮮酒家比較大一些 有些房間 於是那些又有停車場 所以很多時候有些人開車來 走去那裡 有些鄉視 或者是社會人士 借點椅 就去那裡吃飯 隱蔽一些 有個飯局 所以曾經幾次小桃園飯局 甚至當年 有些人 梁振英 選特首的時候 都有一個小桃園飯局 出來了 所以被我吹了名 那我講回你自己 你一直都是在元朗 就是扎根 其實你自己 明顯跟他們的政治賴床不同 會不會都受到很多挑戰和壓力 當然 第一 因為我們一講到 我們爭取民主 對他們來說已經不適合 第二 事實上 傳統元朗那個 所謂 鄉視勢力 或者那個叫做 黑社會勢力 也有 左派勢力 我們叫傳統 所謂左派 因為他本身有個 所謂 新界有個叫做 農務工會 那些傳統支持 就是民建聯等等 所以他們的力量都相當 結合相當大的 所以某個程度上 我們在元朗 做很多地區工作 都會困擾 就算在議會上 過去一直 元朗的民主派人士相當少 上一屆只有五個 所以每次選舉 我們都被他們挑戰 包括我第一次參選 一直都有民建聯的人跟我對類 之一 怎麼會這樣 這也是 這個就是 老真正經過 這第二次 或者是 好 就是曾經學過武術 是嗎? 因為我本身游到黑帶四段的 OK 即是長龍禍虎 如果不懂功夫的人 就沒有人去遠藝樓 所以為什麼那晚 7月1日那晚我10點9天上 有人打人 我都敢上去 還有太太上去 你看她有沒有學武啊? 我看得沒有 她有沒有在那裡 因為我想去制止那些人 所以變成我一直都不擔心的 都不怕的 OK 所以好像現在有沒有派都要去練習 就是中大那裡有一個學武班 那你有沒有準備教一下課程 教一下你們區議員 要強身健體 可以 我都教他們 基本上我最近學太極 那我之前也有玩過柔道 空手道和抬拳 我都玩過的 都是年輕的時代 OK 回到你自己 最近你要成為新聞人物 那就是因為說你親人就是染病了 那你都被隔離了 就好像我們想採訪你區議會主席黃偉賢 都說 哎呀 暫時我不出來 我都要隔離一下 其實是不是都對你很大的影響呢? 那一次因為我3月29號就和一家人 太太 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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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去歐洲 就匯合那個小兒子 因為那個小兒子在丹麥就做事 整集做事 然後我們就去了巴黎玩 然後去西班牙玩 玩了10天 最後我們回到香港 10日回到香港 那小兒子 因為他要回到丹麥 那他就再匯合一個朋友 都打算玩的 最後他就 不幸運 丹麥就確診了 那他11日回到丹麥 然後確診了 他也是3月16日回到香港 最後回到香港之後 就不舒服 看醫生 就是在機場去衛生署查 確診了 所以於是我們一家人都要隔離了 都隔離了一段時間 而這段時間其實就 講我們去歐洲都是月底的 那當時歐洲就沒有什麼事 我們去到歐洲的時候 發覺 哇 個個都不戴口罩了 歐洲人也好 接著我們再去到 巴塞隆拿 西班牙都好 都是很輕鬆的 大家沒有什麼事 第一 不覺得有病 第二 不覺得有問題 結果就不幸運了 結果最後就 我們回來就沒有了 巴黎又很大件事了 西班牙又重招 當時意大利都出事了 我們覺得 為什麼這個病 所謂武漢肺炎 為什麼會由武漢傳到歐洲呢 當然了 一月份的時候我們在香港 當時我們在元朗區議會提出要封關 當時我們在元朗區議會提出香港要封關 最後香港也封關 因為當時武漢就 我記得過年前就封了城 武漢封城 但是當時無論怎麼說 大陸的 整個確診數字都很高 由六萬多到七萬多 八萬多 最後八萬多都停下了 但是小雲人數很少 報了也只有三千多個 他也不說什麽死亡 那什麽因緣丙死亡這就不知道 那給人感覺 全世界的感覺 當時我覺得歐洲的人感覺 這個病在中國大陸已受控制了 而且好像很鬆感冒那樣 死亡率就相對低 報出的數字 可防可控的 是啊 沒錯 沒錯 可防好控的 沒什麼事 而世衛當時都說沒事的 沒什麼事的 小事一宗 還不想歧視中國人 是啊 是的 所以我們去到歐洲都覺得很輕鬆 結果就沒事 我小孩子還確診了 其實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到底哪裡惹到都不知道 我就時候都聽回覺得 意大利當時二月開始重招的 很多人重招 意大利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好像有一個信息就是 因為意大利本身在武漢設有一個大型汽車工廠 所以他們 因為意大利在武漢那裡很多商業工業投資 很多意大利人 一個年前後 回到意大利 於是又感染不了 第二 我相信和各國最後武漢設有原因 第三 實際上也都在當中 可能當時都流傳著 當時有很多中國人 大陸中國人拿著綠卡那些全部都出來 回澳洲 美國 我不知道那些是否因為也都感染不了 而去傳染到別人 我覺得 無論怎麼說 大陸因為它在這個疫情上 我覺得 相信它是隱瞞了 因為很多東西 第二 死亡人數字也都隱瞞了 所以我覺得 令到全世界各國疏於防範 最後 出現現在這麼嚴重的問題 我覺得似乎這是要深究的 是啊 那你作為一個香港本土人 又經過反送中運動 以及今次疫情 都申請其苦 那你覺得怎麼看香港 這個社會的前景是怎麼樣 我對香港的前景有信心 因為香港的市民 日善良 他們又有韌力 他們又聰明 還有他們有一個追求民主的心 你看到 嚴格說 1997到今天 這麼多年 維園六四燭光是沒有釋放的 第二 反送中運動 為什麼香港市民這麼強一點呢 當時我反送中運動開始搞的時候 因為反送中條例的時候 如果有印象 其實我們在元朗搞過自由運 當時立法會還沒談的時候 在3月的時候 我們呼籲人大家關注 等下3、4月左右 去年3月 呼籲大家小心這條條例 因為將人抓回到大陸 過去就抓回到大陸 靜靜地 反送中條例通過 就直接將人送回大陸 不得了 這個很危險的條例 所以 香港市民醒覺 所以我對香港的前景有信心 我絕對不擔心 還有我對於香港的民主運動 我覺得是有希望的 嗯 那我這裡網友開始提問了 先問了第一個 好像他們很多問題問 他們是很多管理的 公眾說你對香港市民的事務面 是覺得是一個如果當中的路 這有這麼恥的公眾說 只會到香港那些人 然後到香港市民店 現在我很少說 聽到那些人 我現在這叫香港市民的事務面 你真的叫香港市民警員 現在他們在香港市民的事務面 建設看到很多人 他在香港市民的事務面 也有很多個市民的事務面 當然看到很多市民店 但是在香港市民人 香港的警察非常冷卻 是啊 因為最近很多區議員被捕 其實你們有沒有擔心自己的安全 這個我不擔心的 如果他們真的跑來抓 我明明就跑去抓 沒問題的 因為我不擔心的 OK 第二個問題就是網友問 元朗那些黃店的情況怎麼樣 因為你知道政府最近打壓黃色經濟圈的 很多黃店就被一些所謂的食環處 本來應該食環去做的 比如說那些有間距 但是如果警察去做 很多警察就去騷擾黃店 但是元朗很多黃店都被騷擾的 當然我們的同事大家都會通知黃店 如果警察真的來騷擾他們 就通知我們 我們可以到現場去看 做一個公證人 所以某個程度上 那些黃店被騷擾的情況 就已經是改善了的 是否被警察騷擾呢 還是 警察 主要是警察 不是食環去做 其實理論上這些工作是食環去做的 但是居然是去警察去做的 奇怪而已 最後我也是一個問題的 就是其實這麼多年 你覺得你可以一直堅持的動力是什麼 一個爭取民主的心 因為我們覺得作為香港人 作為一個中國人 當年孫先生推翻滿清 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講一百年前的事 我們是要求一個民主 也都說回頭 所以共產黨我們覺得 我覺得我並不歧視他 如果你叫做一個政黨 政權 大家可以共同去投票 給市民選擇 沒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人民去選擇 但是現在問題是 今天中國大陸不讓人民去選擇 其實不是一個政黨 只能夠說是一個政權 一個是一個帝制的政權 我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一百年前我們已經推翻了帝制了 秦始皇時代已經去不反了 所以我覺得是有希望我們 是啊 那去年很多香港市民 都喊出天滅中共的口號啊 包括字眼啊 標語等等都是 這些是一個派對拜 frosting 這個現在看到另一個房子的 要說中國共產黨的 它這個時候放下的 一點是當然 要說是我 或者是天滅中共的 就是什麼 就把軍 спорт煉を 雖然會加上 但是我都不是傳來的 經典安排icans 哇 我也覺得 他們的身家全部都是富豪來的 都是富人黨來的 其實他們自己都滅了自己 只不過他們現在是永遠拿著一個政權的意思 嚴格說一個帝制式的政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所謂天滅中共是一個自然現象 你覺得最近他們是對香港 包括兩辦說《樓國基本法》 和《大訴報》之後 會激起香港市民更大的反抗呢? 當然了 因為無論《基本法》也好 香港法律都覺得很清楚 香港底下人暴動法 但是政府說明 所謂中央在駐港的人民政府的機構 各省市都不可以干預香港事務的 現在完全站出來 以前他都遮遮掩掩掩 遮醜布遮 現在親自站出來 他已經是 其實這個是很難看的 他是 腿自己去撕毀《基本法》 我覺得香港市民會更加認清他的真面目 所以我覺得香港爭取真普選 是絕對有希望 就一定會實現到的 好 多謝你的分享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談 好 謝謝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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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